最近两年机械革命靠着性价比这张牌可以说是混得风生水起 去年有5999元配4060的极光Pro 今年还有4060只卖4999元的蛟龙15K 其实除了游戏本 机械革命在轻薄本里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产品 之前的5G14家和5G14Pro在不到4000元的价位上 标配了1TB硬盘和2.8K的屏幕 性能释放也不错 性价比非常高 没想到这才几个月机械革命又推出了5G14X 相比5G14Pro再次升级 首发价竟然还是3999元 堪称加量不加价 那么这台5G14X都升级的哪些地方值不值得购买呢? 看完这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先来看一下配置 这台电脑采用的是R78845HS处理器 其实就是R77840HS的马甲板 具体我们等会会实测 内存是插槽形式 24GB DDR5 5600MHz 注意它采用的是两根12GB内存 这是今年新推出的规格 和之前那种8加16G组成的不对称双通道还不太一样 硬盘采用的是长江存储PC300 主流的1TB容量 屏幕则是和5G14Pro同规格的2.8K 120Hz高刷屏 大家最关注的价格方面 首发售价是3999元 相比之前的5G14Pro锐龙版 主要是升级了电池和内存容量 同时价格不变 性价比极高 目前过了首发期 京东自营是4499 但第三方店铺和拼得多还可以做到4049左右 依旧值得考虑 在外观部分 5G14X延续了简洁的设计风格 机身3面均为金属 采用和游戏本类似的尾部触风 不会吹平轴 A面有机械革命的齿轮logo C面的观感非常干净 一张贴纸都没有 建议友商都来学习一下 开关键位于上方 之前5G14Pro有指纹识别 到了14X上被砍掉了 稍微有些遗憾 键盘的手感一般般 键程和回弹还可以 但是键帽有些松垮 而且空格的手感比较差 优点则是方向键设计成了全尺寸 触控板则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之前机械革命常见的触控板 虚伪等装配问题 在我这台电脑上没有出现 下面再来看一下屏幕 比例是今年流行的16比10 上方摄像头有防窥拨片 下边框比一直要宽一点点 它的转轴稳定性和手感都不错 最大开盒约170度 实测数据方面 它采用的是和5G14 Pro同款的天马屏 色域容积103.3的sRGB 覆盖98的sRGB 平均DialtaE1.12 最大3.52 表现还算可以 它的对比度达到了1700比1 比大部分IPS屏1000出头的成绩要好一些 屏幕最大亮度465尼特 也不错 而不好的地方就是响应时间了 黑白18.5ms 灰阶超过了30ms 对于敏感的人来说 画面快速运动时可以察觉到脱颖 另外之前屏幕油腻感的问题 它也没有解决 在显示浅色内容时比较明显 总的来说 在4000元这个价位上 5G14X的屏幕素质肯定算得上是良好的 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两个小毛病了 再来看一下侧面接口 左侧是USB2.0 全功能Type-C和3.5mm的音频接口 后侧是HDMI USB4和RJ45网口 右侧是两个5G速率的USB-A口 接口数量在14英寸的轻薄本里算比较丰富的了 相比5G14 Pro多了一个USB2.0的A口和一个网口 足够应付绝大多数使用场景了 整机厚度17-18.4mm 机身1.47kg 比5G14 Pro厚了1mm左右 实际视觉体验上不算薄 但也说不上厚能接受的诡评 适配器依旧是100W的淡化加 变形性优秀 不过在测试过程中 插电情况下 A面还是有酥酥麻麻的漏电感 这也是两脚插加上金属机身的老大难问题了 下面进入性能实测 这台电脑采用的是R78845HS处理器 它的主要规格和去年的R7-7840HS完全一致 只能说AMD今年真的是毫无诚意啊 以前还象征性的提高一点频率 今年干脆就是纯换P版本 单核性能方面 R23单线程这台电脑可以跑到1772分 相比R7-7840HS提升在误差范围之内 不过虽然AMD自己没有提升 但是由于Intel那边Ultra处理器的单核性能倒退了 所以说现在它俩反而是差不多的水平 多核性能方面 跑一遍R23循环它的成绩比较稳定 基本维持在16500分出头 相比定价相近的Ultra 5版本5G14 Pro要高一些 如果是Ultra 7的话应该是差不多的水平 跑分时第一轮CPU功耗可以维持在70W 之后则是先达到70W再回落到65W 整体功耗明显比5G14 Pro要高一些 不过它的温度却更低啊 基本上都是在90-95度之间 这个性能释放完全称得上是14英寸青毛本里第一梯队的水平了 其实之前Ultra 5G14 Pro的性能释放已经不错了 但是现在的青毛本都太卷 几格一发力干脆隔了自己的命 真的是太猛了 核显性能方面 R78845HS依旧搭载的是Radeon 780M 这次连名字都没改 实测30Mark Time Spy 2531分 FSE 3475分 Superposition教室 1614分 由于插槽的DDR5内存频率比较低 在跑分中落后于采用版载的LPDDR5X内存机型 相比跑分王Intel ARC核显则是差距更明显了 此外 针对一些网友提出的24G内存会不会导致核显性能偏低的问题 我们也做了验证 结果显示如果给它换上了两根16GB的内存 确实 核显分数会高一些 达到了和版载6400MHz内存差不多的水平 至于原因可以从内存带宽测试中发现端倪 单条12G内存实测速度和单条8G内存接近 而单条16G的内存在写入和复制质量上中会明显高一些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在DDR4末期也遇到过 就是小容量颗粒数量少的内存条性能会略差一些 本质上是颗粒内部backgroup的数量差异所导致的 所以说 这种新出的24GB内存机型 只是缓解了16G嫌不够32G又嫌贵的问题 解决了大家的容量焦虑 但是在性能方面并不能与32G的配置看齐 所以在于内存性能以及核显性能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了 那么顶着内存带宽的debuff 这台电脑的核显能不能玩下游戏呢? 原生2.8K分辨率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直接来测1080P加低画质的成绩 可以看到像地平线5这种低画质优化比较到位的游戏 还是可以流畅运行的 像古墓丽影和原神也能玩 但Apex这种最低画质都达不到60帧的FPS就肯定是玩不了了 至于换装32GB内存的成绩我们也测了一下 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看来内存带宽的拖累并不仅仅体现在跑分上 对实际游戏也有影响 总之 这台电脑还是更适合用作学习办公 或者一些纯CPU负载的工作 下面照例进入拆解环节 这台电脑拆机不难 卸下底面螺丝即可揭开后盖 电池升级成了80Wh 在14英寸的轻摸本里属于很大容量的了 实测PCMark10的现代办公续航成绩为11小时14分钟 日常应用脚本成绩为7小时40分钟 虽然电池大 但是机格的调教还是不太到位 续航也就是个平均水平了 原装硬盘是1TB的长江纯属PC300 实测大约是中端PCIe 3.0固态的水平 右侧还有一个闲置的2280硬盘位 可以自行加装 内存由两个美光DDR5 5600MHz组成双通道 目前单个12GB的内存只有美光一家 在意性能的话可以自行更换 五线网卡是Intel的AXR200 位于硬盘上方支持WiFi6 没有用上更新的AX210有些可惜 实测结果比螃蟹家的略好一些 最后是散热 它采用了双风扇双热管的散热模组 每个热管都连接到了两侧鳍片 看上去比5G14 Pro那套散热要靠谱多了 下面用烤机来实测一下效果 室温25度单靠FPU CPU功耗位置在65W 89.8度 频率4.25GHz 这个性能释放可以说是相当生猛了 核心温度也不算高 表明温度部分 高温区域位于中间靠右上的位置 温度最高的键帽43.7度 相比5G14 Pro 它的高温面积减小 而且避开的常用区域也是一种升级 噪音方面 满载人为分贝值48.2分贝 属于轻薄本领比较常规的水平 噪音比5G14 Pro锐龙版低了2.5分贝 日常使用完全可以接受 总的来说 5G14X的散热表现很优秀 相比5G14 Pro 它的烤机功耗提升 而温度和噪音还降低了 可以说是全面升级 这个表现在4000元的14项轻薄本里 可以说是无出其有了 几个牛逼啊 好了 测试了这么多项目 相信你对这台电脑的表现也一定了解了 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三条微缺点 供各位参考 去年机械革命推出5G14 Pro锐龙版的时候 我觉得那台电脑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3999元就能买到全金属机身 加上2.8K屏 加上不错的散热 这个模具应该至少吃两年老本才对啊 没想到啊 机械革命还不满足 一年不到的时间就推出了5G14X 在散热 电池 扩展性 内存容量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升级 性价比真的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呀 如果你确实需要一台扩展性和性能释放墙 价格又不算高的新老本 那我觉得5G14X绝对算在上市 今年上半年最有竞争力的选手之一了 当然他也免不了一些小瑕疵啊 这也算是机械革命的传统艺能了 如果在意这些的话就多考虑一下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的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比拔评测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教练买本性的报助电脑小白 这是比拔评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